第四个就是我们道家人经常做的 叫做扣金钟 你像古语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招木扣尺三百六 七老八十牙不掉 那么牙大家都知道 把牙保养好了 其实它对我们的肾也是很好的保养 因为它们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 当然这个不给大家讲太多 大家明白就行了 那么就是我们经常扣牙 老了我们牙不会掉 你像经常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去掉筋的时候 会经常把牙齿这样自己扣一扣 那么扣金钟这个动作很简单 就是我们牙齿它上下相扣 平时我们把嘴巴可以张大一点 你可以这样 当然你力气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刚开始你可以找感觉嘴巴它到了后来 你要做这个很简单的 就像我这样 嘴巴它不需要张开 就这样咬一咬就行了 那么再练到后面更自然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牙齿都不需要分开 那就让它贴在一起 就这样它慢慢的咬合咬合 你咬合之后你发现这马上这两边的身经 身经之后呢 我们给它咽下去 那么关于验筋的话呢 我已经讲了很多不管在我的打座专栏里面 壁谷专栏里面 战装专栏里面 以及平时教大家的一些养生都讲到了这个吊筋啊 这个筋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这里呢就不多讲 那么这个就是扣筋钟那么也叫做扣天钟 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大家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扣天钟的动作呢 它除了对我们牙好 它对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呢 也有非常非常好的锻炼 它能够像我们经常这样做呢 它可以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 还能够减少我们脸部的这个皱纹 但是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对我们的肾好 在中医认为呢 肾生衰啊 就是肾它生我们的骨髓 所以说我们的肾气时则牙齿固嘛 那么反过来呢 我们固齿是一样的 可以养护肾的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给大家打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吧 那好像就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样的 那么孩子越是调皮 越是不听话老是出问题 那么必定会伤母亲 对不对 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听话又孝顺又懂事 身体又健康 他必定呢 也能够回光来照到母亲 让母亲更能够心情愉悦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心圣相通的四个方法 都交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呢 平时没事可以多练一练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把这些方法去交给我们身边的朋友 交给我们家人 心圣一通啊 你就发现身体自然就能够更健康 福生无量天尊 祝大家身体健康